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工作人员顶着狂风把115架飞机用绳索绑住固定 因为15号凌晨二度登陆大陆上海奉险的梅花台风最大风力达12级 是当地73年以来监测到最强的台风 目前整个风力其实已经达到了13级以上 阵风有15级 看路边这些电片车已经全部都被吹倒了 墙台梅花第一次登陆地点在浙江 狂风掀起10公尺高的巨浪 东海海域一艘带着13人的货轮行径中船舱进水 船身倾斜随时要翻覆 索性船员弃船后都成功搭上救生法 在绍兴台风造成河水暴涨 大水冲破沪南灌进市区 有驾驶车开一半被困在湍急的大水中 另外在宁波汉上海 总共造成将近5万户民宅停电 经过几轮切割 倒在电线上的树木现在已经被切断 现在主要部分已经是在地上了 那么消防人员在进行一个后期的操作 梅花是今年登陆大陆滑东的第一个台风 预计在15号晚上可能第三度登陆大陆 地点在山东 整个影响范围将高达12个省市 TVBS新闻张志明 李敏珍 纵毫不得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